2014年5月17号中午 正在家里做饭的周静 突然接到南洋医砖第二附属医院医生的电话 你是刘大山的家属吗 刘大山服毒自杀 现正在医砖二福院抢救 你快来吧 周静惊得差点晕过去 他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寻短见 这些年 一家人过得温馨和睦 周静 2007年惊人介绍 与比他大两岁 而且同住市区的刘大山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为了让妻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刘大山来到南洋市某涂料制作公司 当一名普通工人 周静则在家相夫轿子 丈夫每天下班回家 周静都会准备好一桌可口的饭菜 由于刘大山吃苦能干 两年后被公司提拔为销售部经理 2013年底 利用多年的积蓄 他们在市区按揭购买了一套90平米的两局室 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 丈夫怎么会自杀呢 在去往医院路上 周静的泪水滴滴答答没有停过 赶到医院时 周静哭着问医生 我丈夫没事吧 医生表情凝重地说 患者服下的是剧毒滴滴味 我们已对他进行洗胃输液抢救 他的服药量大 生还希望渺茫 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的话让周静的心都碎了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哭求医生一定要救火刘大山 可医生无奈地摇摇头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在急救室里 刘大山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管子 不停地抽搐 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周静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 冲进抢救室 抱住丈夫嚎啕大哭起来 大山 你一定要挺住 我跟孩子们都离不开你呀 刘大山似乎听到了妻子呼唤 他动了动手指 却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静摇晃着丈夫的身子 想让他开口说话 却被护士劝住了 那一晚 周静一夜没有合眼 他握着刘大山的手 不停地跟他说话 希望能唤醒他 然而周静一夜的努力 并没能挽回刘大山的生命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 他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得知消息的周静 只觉得眼前一黑 晕倒在地 醒来后 周静感觉哭都哭不出来了 他怎么都无法接受 几天前 还回家看望他和孩子的丈夫 转眼之间就生死两别 那丈夫到底为什么自杀 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疑惑一直在周静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决定查出丈夫的死因 安葬好刘大山后 周静来到丈夫所在的公司了解情况 当踏进公司大门 周静就发现一些公司员工都对他躲躲闪闪 周静找到丈夫生前的好哥们陈磊询问 起初陈磊吞吞吐吐不愿说 但在周静的再三哀求下 他才道出实情 原来刘大山被公司提拔为销售经理后 因工作需要与一个名叫赵丽萍的业务员接触平凡 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差 慢慢的日久生情 两人跨越了道德底线 自从跟赵丽萍有了关系后 刘大山就像变了个人 他时时都跟赵丽萍黏在一起 再也不愿回家 刘大山还在公司附近 为赵丽萍租了一套单元房 过起了家外有家的日子 这期间 作为好哥们的陈磊 劝他不要陷得太深 可刘大山在一次醉酒后 告诉陈磊 赵丽萍年轻漂亮 浑身充满青春气息 自己与他在一起充满了激情 跟赵丽萍在一起之后 刘大山再也不愿与周静有夫妻生活了 怕妻子多疑 他还通过关系 找医生开了张甲证明 证明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大 导致性无能 周静信以为真 还不停地催丈夫去大医院治疗 刘大山告诉周静自己决定 先在公司住一段时间 等身体调理好了再回家 就这样 刘大山隔三差五地回趟家 看看妻子孩子后 便匆匆离去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时间久了 刘大山与赵丽萍的私情 被公司员工传得沸沸扬扬 公司总经理找刘大山谈话 要么他辞职 要么赵丽萍走人 最终碍于面子的赵丽萍选择了辞职 赵丽萍辞职后 刘大山给他租了两间门面房 开了一家快餐店 起初快餐店生意火爆 可慢慢地因为经营不善 入不敷出了 看到赵丽萍经营惨淡 刘大山就拼命承揽装修工程 或者帮工程方介绍业务 从中拿提成 然后再补贴给赵丽萍 可刘大山的补贴也是杯水车薪 最终 实在支撑不住的刘大山 让赵丽萍转让了饭店 饭店转让后 无所事事的赵丽萍开始跟一帮朋友打麻将 赵丽萍手气不好 经常输钱 几万元的转让费很快就被他输了金光 没钱的时候 他就跟刘大山要 刘大山每月给他两千多元的零用钱 可刘大山自己的工资才三千多 这笔钱他还要养家 公儿女读书 那段时间 为了公照丽萍开销 刘大山几乎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周静问他钱花哪了 他说自己想晋升 钱都给领导送礼了 想到丈夫也是为了工作 周静表示很支持 日子过得很节俭 那段时间 他从没舍得给自己添过新衣服 赵丽萍继续赌博 输了钱就跟刘大山要 刘大山多次劝他 可他都听不进去 到最后 手头越来越紧的刘大山生气地说 你把我当提款机啊 我这点工资怎够你折腾 由于没钱 赵丽萍不能再上赌场了 他就跟刘大山生嫩气 一天晚上 刘大山跟朋友喝了酒回去 跟赵丽萍抱怨 为了你 我有家不归 老婆孩子都不管了 你还不知足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赵丽萍不但不领情 反而指责他 你当初怎么承诺我的 现在后悔了吗 你既然舍不得家人 那我走 说吧 赵丽萍当场便收拾行李要离开 最终 在刘大山再三哀求下 他才留了下来 第二天 刘大山收到了赵丽萍的分手短信 原来 刘大山上班走后 赵丽萍把自己的东西 搬走回了老家 刘大山发现后 急忙拨打赵丽萍电话 起初都被拒接 后来 经不起刘大山再三骚扰 赵丽萍接了电话 却冷冷地说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好自为之吧 刘大山不答应 一再保证 自己会和妻子离婚 一定给他一个名分 讲到这里 陈磊向周静感叹道 没想到 大山哥陷得这么深 竟会以生命做赌注 从陈磊的叙述中 周静逐渐弄清了丈夫自杀的原因 他突然想起来 丈夫前段时间 莫名地提出离婚 原来竟是为了挽留情人 那天 刘大山回到家后 吞吞吐吐地说 我这种状态 不配做一个男人 连你该享有的最基本 幸福都给不了 我们离婚吧 周静当时就懵了 他们夫妻多年来相濡以沫 丈夫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呢 也许是他心理压力太大吧 周静并没把丈夫的话放在心上 安抚他不要多想 等他闲的时候 自己陪他去大医院治疗 听了周静的话 刘大山当时眼角擒着泪 临走时略带哽咽地说 我心已定 房子和车都给你和孩子 我净身出户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如今看来 刘大山当时提出的离婚 是另有隐情啊 几经打听 周静找到了刘大山生前的出租房东 周阿姨得知他是刘大山的妻子后 惊诧地说 这里所有租客都以为小刘和赵丽萍是夫妻 原来赵丽萍是个小三啊 房东阿姨也觉得刘大山死得不值 在刘大山的出租屋里 周静找到赵丽萍的身份证复印件 以及刘大山对赵丽萍的各种保证书 毁过书和日记 其中一张保证书上写道 我保证跟老婆离婚娶你 给你个完整的假 给我一个月时间 毁过书上写道 今天酒后对你发脾气是我的错 我做了认真反思 以后再也不对你发脾气了 爱你就要疼你 包容你 日记中写道 他告诉我今天去相亲了 男孩是公务员 研究生学历 我再不离婚 他就跟人家交往 怎么办 我很痛苦 尽管我与周静早已没有婚姻激情 但我怎忍心抛弃一双儿女啊 看着看着 周静的心都碎了 眼泪哗哗地流着 日记最后一页是刘大山福都前写下的 内容是 他离开我的这段日子 我就像丢了魂4的 工作频频出错 没有他 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无论如何 我都要挽回他 哪怕付出生命 我已买好剧毒滴滴味 明天我要以死 向他表明我的心意 逼他现身 在赵丽萍后来 对警方的讲述中 有这样一段话 中午12点多 刘大山拿着一瓶滴滴味 闯进我家 大呼我的名字 并称我不出来 他就把毒药喝下去 我当时在另一个房间 以为他是吓唬我的 便没当回事 赵丽萍母亲 在对警方的讲述中称 刘大山站在我家客厅 大喊大叫 让我女儿出去 弄得街坊邻居 都出来看热闹 气愤之余 我指着她的鼻子骂道 你真不要脸 不愿意离婚 还招惹我女儿 这时赵丽萍从房间出来 愤怒地说 你喝吧 死了也跟我没有关系 说完 气愤的赵丽萍母女 从后门离开 然而 赵丽萍母女 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走后 刘大山竟真的喝了毒药 后来被邻居们 送往南洋衣专二福院 得知真相后 周静痛苦万分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勤俭持家 客近人欺人母职责 却遭到丈夫的背叛 而丈夫 竟为那个女人 付出了生命 周静一边哭 一边在心里 怨着刘大山 可怨着怨着 他就对刘大山 生出同情来 他也怪可怜的 死后他为之 付出生命的女人 再也没有现身 而且刘大山 就是在他家 服毒自杀的 对方明知 他有服毒的危险 却冷漠走开了 周静突然觉得 有些不甘心 导致刘大山 最终死亡的赵丽萍 竟然没有受到 任何法律制裁 他要向赵丽萍 讨个说法 怀着复杂的心情 周静找到 事发所在地的 卧龙派出所 希望警方 能够对赵丽萍的 见死不救 追究责任 警方调查后认为 刘大山和赵丽萍 本来就是不正当关系 赵丽萍冷漠对待 从道德上说不过去 但刘大山 是成年人 知道服毒的后果 又不是赵丽萍 逼迫他服毒 因此无法定为 刑事案件 周静不死心 他不愿意 让丈夫白白死去 他认为 正是赵丽萍的步步紧逼 才导致 刘大山死亡 他对丈夫的死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静找出 丈夫写给赵丽萍的 毁过书和保证书 以及丈夫临死前 向赵丽萍 表示决心的日记 带着这些证据 再次找到辖区民警 可警方认定 他们之间属于感情纠纷 刘大山的自杀 是个人行为 无法在法律上 对赵丽萍进行定罪 而仅能从道德上 批判其行为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这个女人 承担责任 周静从派出所出来后 静止来到赵丽萍家附近 堵在他回家的路上 远远看到赵丽萍走来 周静浑身血脉上涌 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你还我丈夫 赵丽萍不甘示弱 反击道 你没本事管不住自己的老公 他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周静更加愤怒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最终被邻居们拉开 周静这一闹 是刘大山出轨 并为情人自杀的事 在当地流传开来 两个孩子已经懂事 他们知道了爸爸的死因 觉得很丢脸 哭着让周静不要闹下去了 可周静始终咽不下这口气啊 他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书籍 仔细研究后 拿着毁过书 保证书 日记相关证据 来到河南雷宇律师事务所 找到避风党律师 做自己的代理人 将赵丽萍起诉至 南阳市沃龙区人民法院 根据周静所提供的相关证据 法院最终立案审查 可审查结论认定 刘大山的死与赵丽萍 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因果关系 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 驳回了周静的诉讼请求 其实刘大山死后 赵丽萍的内心也不平静 良心的谴责 再加上左邻右舍的眼光 让他抬不起头来 而且看到周静失去丈夫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赵丽萍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常常会做噩梦 2014年6月28号 良心上无法安静的赵丽萍 找到周静代理律师避风党 请求他从中调解 最终赵丽萍 同意对刘大山的死亡赔偿15万元 之后双方互不追究 尽管拿到了15万元 可周静的内心早已伤痕累累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 来呼吁法治部门 在小三市场越来越活跃的当下 能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 以保障人们的婚姻家庭 让更多的家庭免受伤痛 本案告诉大家 在情感领域非常复杂 常常不受理性支配 譬如这个刘大山出轨 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 对妻子周静和孩子 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但他仍然搬出去 与赵丽萍同居 譬如他为了挽回赵丽萍的感情 竟然以死相逼 结果毫无价值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 刘大山对赵丽萍是真爱 但这种建立在 不道德基础上的真爱 是我们不提倡的 也是很多悲剧的根源 婚姻中 人一定要自觉抵制诱惑 恪守本分 忠于伴侣 这样才能收获真爱和幸福